第25题 如图所示 口含吸管对着氢氧化钠容易吹气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当我们口含吸管对着氢氧化钠吹气的时候 我们吹出的气体里面含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溶于水会形成碳酸 碳酸跟氢氧化钠在一起 就会产生所谓的酸碱中和的反应 所以选项诸说 这也是一种酸碱中和反应是对的 那么因为这是个酸碱中和 所以它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因为是放热 所以会使容易的温度上升 所以选项A呢也是对的 那么同时呢 它是在碱里面做酸碱中和 所以会使得碱变得越来越不碱 越来越不碱就表示 我的氢氧根的浓度就会越来越少 会使我的氢氧的浓度会越来越多 所以选项C呢也是对的 那么所以呢 选项B是错的 这边呢是碳酸加上氢氧化钠 不会产生白色沉淀 没有白色浑浊 所以B是错的 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B 氏管中容易会变白色浑浊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